和何婉鱼结婚的第十年 他说他腻了 哪个男人和他一样 愿意成天在家当个吃软饭的 何婉鱼靠带男秘书的肩头 和他耳并撕磨 后来离婚那天 他看着我愧疚神明 如果以后 你有什么男储记得来找我 我低头看了眼 手机里刚到账的几千万 如果你有什么男储 千万不要来找我 下午何婉鱼打来电话 说他想吃饺子了 我马不停蹄地出门买肉改面 做好已经晚上八点了 何婉鱼最近都在加班 靠近就听到酒杯碰撞的声音 我脚步一顿 透过虚眼的门看了进去 何总这么晚不回家 您就不怕您的先生生气 一个低沉的男生 想起语气暧昧 他是何婉鱼新招的男助理沈一安 我见过几回来家里 替何婉鱼拿过几次资料 当时他的态度就不太对劲 带着几分挑衅和不屑 我只是以为 现在的年轻人都年轻气盛 不予理会 谁曾想他和何婉鱼 竟然有这层关系 我都说了 和我在一起时 别给我提他 何婉鱼轻轻地推了他一下 语气里都是不耐烦 哪个男人和他一样 没有自己的事业 成天待在家里 捣过他的破话 当个软饭男的 他还真以为 自己是个名师大家了 叫他画的那些破碗一摆出去 我都不会多看一眼 沈一安伸出手 揉了揉何婉鱼的头发 眼里隐隐绰绰目光火热 何总这么多年 真是辛苦了 我要是您先生啊 我肯定不会当一只金丝雀 这男人啊 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 否则出去都让人瞧不起 何婉鱼没有甩开他的手 反而任由他 在自己的头发上乱揉 而之前我伸手 替他扶掉头上的树叶时 他都会嫌恶地打开我的手 我说多少次了 不要碰我的头发 我最讨厌别人 碰我的头发了 何婉鱼主动靠在了 沈一安的肩头 结果他手中的酒杯 将剩余的红酒一饮而尽 365天都对着他那张脸 我真的溺了 随后何婉鱼轻轻叹了口气 似乎在惋惜 如果不是他嫌恩求报 我会看得上他 何婉鱼的话 像一根根针 慢慢地扎进我的心脏 命令麻麻的疼痛感 压迫得我喘不上气 看着耳并撕磨的两人 我将手中的保温饭盒 放在了门口 我和何婉鱼 是高中同学 从相识到结婚 十几年都是我们彼此相识走来的 何婉鱼是单亲家庭 妈妈和人跑了爸爸 是赌酗酒 何婉鱼跟着他爸 几乎是饱一顿饿一顿 他爸喝了酒 就会打他骂他 最难听的时候 把他按在地上打 让他去死 说他就应该和他妈一起去死 是我踹开了他们家的门 带着他逃离了那个家 后来他爸在外面堵红了眼 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要债地找上了他 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很好 捅向何婉鱼的那把刀 刺进我的腹部时 他哭得梨花带泪 傅言你不要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以后非你不嫁 你要是死了 我岂不是要手管了 所以你不能死 你今天去公司了 何婉鱼晚上十二点才回的家 一进门 就把装着饺子的保温盒 放在了餐桌上 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 客厅灰暗的光亮 映着我的影子无比的落寞 嗯 也都看到了 我并未打算隐瞒 有些事捅破了 就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我和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我承诺过 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何婉鱼一脸坦荡 似乎今晚和别人 亲亲我我的人不是他 那些都不重要了 你说你腻了 那我就放你自由吧 这么多年 何婉鱼一直觉得是 我在邪恩压迫他和我在一起的 那份恩情像一座巨山 横在我们之间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要离婚吗 我点了点头 何婉鱼没心醋了醋 似乎有些不悦 傅言你想清楚了 是谁给了你今天的地位 离开了我 你可就什么也不是了 我却直接拿出了离婚协议 丢在了桌子上 我想得很清楚了 我们没有孩子就一些资产 公司股份 我要二十名下不动产 一人一半 听我说完 何婉鱼脸色大怒 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翻开来看 勒一眼后 直接甩在了我的脸上 凭什么这么多年 这个家一直都是我在打拼 你付出了什么 你凭什么张口就要走一半 面对何婉鱼的质问 我却笑了起来 我撞见他和助理亲密行为 提了离婚 他却没有半分回忆 只是想着我不该分走他的财产 可能他忘记了 当初是谁创立的公司 是谁为了拿下一个又有一个 这订单在酒桌上喝得未出血 是谁为了让他在商场站稳脚跟 低声下气地求着别人和我们合作 公司稳定后 是他说不想我那么辛苦 也不想看到我这么一张俊朗 这脸蛋身边围满了阴阴艳艳 他不放心 让我回家可以继续追逐我的梦想 他主外我主内和谐美满 这时何婉鱼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看了眼来电显示 宁谋盯了我一眼 接起电话时 语气已经柔和下去了不少 为我已经到家了 你少喝一些别多想 他是去过公司 但是我们清清白白 不用害怕 我也没有要开除你的意思 你听话我等会去接你 挂断电话后 何婉鱼提起了包 然后警告地看向我 我有点是要出趟门 你别给我做什么腰来 离婚这个事 暂时先放下 你先冷静冷静 说完何婉鱼头也不会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 突然被我的画家绊了一下 何婉鱼大骂了一声 真是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放 说完就朝着架子猛踢一脚 画家倒地 画板被摔断了一边 何婉鱼出门后 不久好哥们就给我发来信息 还有一张照片 哥们这是你老婆吧 照片里 何婉鱼坐在酒吧角落的沙发上 沈一安搂抱着他 把头埋在他的井窝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酒吧 一进门就看到 何婉鱼坐的卡座十分的热闹 几个年轻人在起哄 喝焦杯酒算什么有本事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何婉鱼面露娇羞 低头垂眉 沈一安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 颇有几分得意地挑起 何婉鱼的下巴 慢慢地低下了头 唇还未落下 有个服务员撞了我一下 洒了一滴的酒 发出巨大的声响来 一看到我沈一安 脸色有些发白 往何婉鱼身边靠了靠 何婉鱼脸上带着几分怒气 似乎在怪我坏了他的好事 你怎么来了 你跟踪我 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原来的那一丝期待 在这一刻全都荡然无存了 何总是不是太晚了 让你出来 副哥不高兴了 都是我的错 惹得你和副哥不开心了 沈一安委屈巴巴地低着头 义父犯了错的小媳妇的姿态 何婉鱼心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事和你没关系 是某些人没有自知之明 我冷眼看着沈一安 我不知道是谁没有自知之明 分不清上下私关系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使唤自己的已婚上司 出来找你 你不觉得自己的行为 有什么不妥吗 我的声音不大 却足够在场的所有人听到 刚刚还在起哄的几个年轻人 面面相去 明显是刚知道何婉鱼 是个有夫之妇 气氛有些尴尬 何婉鱼脸色沉了下来 这时一个年轻人 为了缓和气氛 端起一杯酒 举到了我的面前 来的就是朋友 既然您是何总的丈夫 就也是我们的朋友 大家一起喝一杯 这时就算过去了 我看了眼杯中 琥珀般的酒色拒绝了 不好意思我不能喝酒 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 直接惹怒了何婉鱼 不想喝就滚回家去 在这里爱什么眼 说着何婉鱼站起身拿过 酒杯直接猛地朝我脚边砸来 酒水渗失了我的裤腿玻璃 从地上折台而起 划破了我的手背 他似乎不记得了我的胃 因为帮公司跑订单 好几次胃出血送进了急救 医生再三叮嘱以后 绝对不可以再碰酒了 因为动静太大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 我只能安抚其他人 不停地说着抱歉 何婉鱼却直接掏出卡 甩给服务员 买单咱们换下一场 这里太灰气了 说着何婉鱼直接当着我呢 面拉起沈亿安地走 就往外走 他们离开后 我的哥们赵景蔡现身 同情地揽过我的肩膀 你这个老婆是个厉害角色 你早该想通了就你的才华 十个八个何婉鱼 都得上赶着贴上来 何婉鱼一连几天都没有回家 我也懒得过问 直到今天 展览馆的人突然给我打电话 有人要买我的画 非要见做这本人 我这才急冲冲地赶去展览馆 刚到展览厅 就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何婉鱼红光满面地拉着 沈亿安站在一幅画前欣赏着 我还记得 从前我邀请了他好几次 陪我去看展 他总是说 那些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一天的订单多少钱 你去看那一幅画 又能值多少钱 现在却可以抛下工作陪着 沈亿安来看他最不喜欢的画展 婉鱼姐这幅画的意境 我好喜欢啊 一个少女站在黑暗的深渊里抬头 确实光明 这时展厅负责人走向了他们 你好 目前这幅画售价是1200万 如果您需要的话 今天就是就 可以直接和画家面对面交易 和婉鱼当即惊呆了 就这么服破话 要1200万你坑我吧 负责人却不坑不背 这是目前国内最出名的 画家之一的 严余老师的作品 想买他画作的人非常的多 今天恰好有人要买 所以画家老师今天来了现场 负责人说完往门口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站在角落里的我 面露欣喜地迎了过来 老师您来了 何婉鱼和沈亿安 也顺着声音看了过来 看到是我时面露惊讶 随即何婉鱼 快速地甩开了沈亿安的手 沈亿安明显一愣 脸色有些难看 你怎么来了 又是跟踪我来的 老师您和这位女士 认识展厅负责人不解地问道 嗯您先去忙吧 等会买家来了再告诉我 我点了点头 示意她先去忙吧 负责人一走 何婉鱼就不懈地看着我 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 我是缺你吃 还是缺你穿了 你需要出来靠卖华赚钱 这要是让商会那些人知道了 还不知道怎么笑话我 真的是丢尽了我的脸 我还未说话 沈亿安就靠了过来 婉鱼姐 你也不要生父哥的气 他可能是在家待得太久了 和咱们外面的世界脱了鬼 不太明白现在的行情 以为随便画两幅画 就都可以卖钱了 看着沈亿安 捏着嗓子说话的样子 让我不由地想起了 古时候的太监 我卖花赚钱也好过 你哄骗别人夫妻的 共同财产墙 你说什么呢 你别胡说八道 我可没有乱花婉鱼姐一分钱 沈亿安急急辩解 何婉鱼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 傅言我知道你不喜欢亿安 但是他年纪小不懂事 正常你今年多大了 你还和一个年轻人计较 你休不休 我看着沈亿安 从一开始进公司的一身淘宝货 到现在的浑身名牌奢侈品 要不要我找人查一查 你到底花了我们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我有权利让你把我们夫妻 共同财产 缘分不动地给我吐回来 听到这话 沈亿安才收敛了点 又缩回了何婉鱼身边 委屈地扯过他的衣袖 婉鱼姐 一声婉鱼姐叫得何婉鱼 心都快碎了 光明正大当着我的面 心疼地拉过沈亿安的手 你别听他胡说 我的资产都是我自己挣回来的 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说给你了就是给你了 傅妍没想到真的是你 突然一声甜美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去 正好对上一双明亮的眼眸 我就说那几幅画的画风 看着和你很像 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叫作者过来 没想到还真的是你 曾经的笑话萧雅 兴奋地朝我快步走来 何婉鱼见到萧雅时 脸色瞬间惊讶 转变成了愤怒和嫉妒 傅妍你给我说清楚 他怎么在这里 何婉鱼一直拿着 萧雅当自己的假想敌 嫉妒萧雅的美貌和家境 更是在意萧雅 曾经喜欢过我 唯一让何婉鱼觉得 扳回一城的也是我 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她 我没有理会 快要欺诈了的何婉鱼 而是看向萧雅 所以你就是今天 来买画的那个买家 萧雅点了点头 我就说傅哥 在家待了那么多年 拿出来卖的话 怎么可能有人买 原来是自己的老乡好啊 婉鱼姐 我真替你不值得 何婉鱼瞪了沈亿安一眼 沈亿安立马闭了嘴 随后何婉鱼 一把拽过我的衣领 傅妍你一直和她 我断私连是不是 难怪你要和我离婚 一切都是为了她 对不对 听到离婚两个字 沈亿安眼睛都亮了 婉鱼姐既然傅哥 都已经心有所属了 你就也不要抢人所难了 放她走吧 何婉鱼正要发难消情 却听不下去了 面露不解 何婉鱼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 我只是想买几幅复言的话而已 你也知道 她的话现在很难买 恰好这个掌管今天 刚上了两幅 所以我就想买下来而已 我感激得 朝萧晴抱以和善一笑 何婉鱼却不依不饶 什么买话 这就是你们的一面之词而已 何况她一个天天 待在家里的软饭男 她能画得出来 什么好东西 我看就是你们 暗赌陈仓的借口而已 听到这话 萧晴脸色冷了下去 娇俏的脸庞 度上了几分怒涩 何婉鱼你好歹也是她的妻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贬低 你自己的丈夫 婉鱼姐说的又没错 沈一安立马跳出来 把这潭水搅得更浑了点 萧晴审视地盯着沈一安 看了半想 目光撇到沈一安 扶在何婉鱼手臂 上了手后 一副明了于心的样子 原来是自己找了新欢 才这么着急 给旧爱泼脏水 还是想又当又利啊 你什么意思 何婉鱼说着就抬起手来 萧晴来不及反应 直愣愣地立在原地 眼看着巴掌即将落下 我快步上前 稳稳地握住了何婉鱼的手 何婉鱼你适可而止吧 何婉鱼不可置信地死死盯着我 傅妍你疯了吧 你居然护着她 萧晴朝我感激一笑 这时负责人才急急赶来 一看到萧晴 立马恭敬地朝她打招呼 萧小姐您来了 原来您和傅妍先生还是就识啊 那就不用我再过多介绍了 至于您看中的那两幅画 我已经让人给您打包好了 萧晴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偏过头刚好看到 何婉鱼和沈亿安刚看中的那幅画 这一幅也给我一块包起来吧 我都要了 沈亿安听到这话 立马拽了拽何婉鱼的手 婉鱼姐 我也很喜欢这幅画 何婉鱼刚刚才受了错 这口气怎么都不可能咽下来的 直接指着话对负责人说道 这幅画我要了 还要比她高出十万 我多加五十万 萧晴轻轻一挥手 语不惊蓝地说道 看向沈亿安期待的目光 何婉鱼咬了咬牙 一脸的是在必得 我多加一百万 然而萧晴这时却松了口 看着何婉鱼神秘一笑 既然你这么喜欢 那就让给你吧 毕竟花钱买自己老公的画作 这种感受应该很特别吧 何婉鱼听萧晴的这话后 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沈亿安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 你画的 这几幅画都是出自你口中那位 碌碌无为 但业在家的老公之手 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内 她的画作一画难求 多少人排着队想买 只有你一页账目 不识泰山 萧晴鄙鄙视地看着何婉鱼 被人吹捧惯了的何婉鱼 自然接受不了这样子的态度 居然当场大笑起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大学时 就喜欢敷衍 她的东西在你眼里自然有价值 我在商场混迹这么久 也不是白混的 她值多少钱 我能不清楚 你们少来哄骗我 沈亿安也是个草包 除了在哄骗女人上有一手 其他方面的眼界如同井底之蛙 婉鱼姐 明显她们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沆瀣一气 我们怎么能比得过她们呢 要不然咱们算了吧 想就这么走了 我可没打算就这么让她们走了 我一步上前拦在了沈亿安的面前 这就想走了 这幅画既然你们拍定了要买 那还请两位把钱付了再走吧 沈亿安脸色有些难看 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没有何婉鱼 在寸土寸金的A时 她交房租都困难 何谈买下这么名贵的画作 何婉鱼立马将沈亿安护在了身后 傅言 你不要得寸进食 我今天没有当众给你甩脸 都是给你面子 你又何必步步紧闭 我指示着何婉鱼 眼里的爱意却早已消散 何婉鱼 这么多年我敬你对你掏心掏肺 是基于我爱你的基础上 但是现在 我们既然已经提了离婚了 这份婚姻就已经走到头了 我当着萧琴的面提 一而再再二三地提到离婚 这让何婉鱼觉得我是在打她的脸 瞬间面露难看 怒气上涌 抬起手就是一巴掌落了下来 全场瞬间静了下来 沈亿安颇有些得意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讽 何婉鱼 你疯了吧 萧琴急急拉过我 将我护在了她身后 傅言可是你的丈夫 她不是你的宠物玩偶 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她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当初可是你缠着她 说要嫁给她 要一辈子对她好的 你难道都忘了 何婉鱼根本不听萧琴所说的话 而是失去理智般大好报 如果不是她拿那份温情压迫我 让我良心道得难安 你觉得我会看得上她吗 是不知道她根本就不行了 那一刀伤了根本 你怎么不想体谅一下我 我也是个女人啊 我也有三情六欲 我凭什么就要一辈子这么忍受下去 何婉鱼的话 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胸口 让我羞愧难安 我正在了原地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何婉鱼 对我的这份羞辱 她等于把我的伤口刨开 已是重人 我依稀还记得 当初那一刀捅向我腹部的疼痛 和何婉鱼惊恐害怕的神情 此刻 沈亿安假装惊讶地捂着嘴 眼里却满是讥讽和嘲笑 而这时 萧晴却拉过我的手臂 将我拽到了她的身后 明明那么牵手的她 此刻在我面前却显得无比的伟案 何婉鱼你够了 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 她现在依然是你的丈夫 既然你和她结婚了 你就应该维护她 而不是和加害者一样 把她的伤痛当成子弹 用来击溃她 何婉鱼满不在乎 你现在在我面前装的这么高尚 有什么用 那是因为不是你十年如一地去面对她 你无法感同身受 你也不用站在道德至高点来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 你不是我 你根本无法体会我的感受 沈亿安体贴地拥过何婉鱼的肩膀 满是心疼 婉鱼姐 我居然不知道你以前过的是这种日子 我应该早点而出现的 至少我还能替你分担分担你的痛苦 萧晴冷哼一声 分担 你想怎么分担 睡到人家夫妻二人的床中间去替人分担 我看你也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怎么就不知道学点好 竟然拉得下脸当条哈巴狗 沈亿安被气得够呛 委屈巴巴地拉过何婉鱼的手 何婉鱼却指着我怒斥 复言 你躲在一个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 难道我有什么说错的地方 你就任由他贬低 我贬低沈亿安 看着曾经的爱人 为了一个小白脸不惜包开我的伤口 我实在忍无可忍地站了出来 你想让我说什么 说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 这一刀就不会落在我身上 如果没有替你挡下这一刀 所有事情的结局就都会变得不一样 还是你想听我说 你即使寂寞难耐 也应该找一个强壮一点的男人 而不是找一个娘了八计的瘦基彩 说实话如果让别人知道 我老婆找了这么个玩意当第三者 我都觉得丢人 何婉鱼被我说出来的话 对得一愣一愣的 想反驳又找不到更好的措辞 复言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欠你的 但是这十年来 我供你吃喝 怎么都应该还够了吧 我说了 你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就离婚 财产就按照我所说的评分 我对现在的他 早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你做梦 我赚了钱 你休想分走一半 何婉鱼说完 就拉着沈亿安怒气冲冲的走了 何总您这话您还要不要了 展厅负责人追着何婉鱼跑了出去 却被何婉鱼一个白眼瞪了回来 何婉鱼走后 萧晴一直直勾勾的看着我 目光直白 我有些羞怯的退后了几步 今天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萧晴却笑了笑后 又叹息的摇了摇头 你不应该是现在这幅样子的 你应该是积极阳光 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我感慨又平静的看了眼 自己面前挂着的那幅黑暗中的少女 没有人会一直停留在过去 有些事情发生了 就没办法再更改了 命运也是一样 那天不欢而散后 何婉鱼就正大光明的搬了出去 和沈亿安住在了一起 何婉鱼对沈亿安的喜欢 已经到了走到哪里 都会带着她的地步 夜内对我就像看笑话一样 何总那个吃白饭的老公 现在是彻底绿成了球 何婉鱼去到哪里 都带着她那个小白脸 这俩夫妻也真是搞笑 老婆主外 老公在家带夜 孩子也没生一个 被戴的绿帽子 也心安理得的瘦着 你懂什么 老婆赚钱给她花 她啥也不用干 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那些调侃这么多年来 我都已经习惯了 对我来说经不起太大的波澜 只是从何萧晴再次遇到后 她反倒频繁开始约我见面 有时候是看看画展 有时候只是吃个午饭 喝杯下午茶 虽然没有过多的愉悦行为 却总让人觉得过于暧昧了 你最近总是约我 为什么 我直白地看着萧晴问道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萧晴也没有生气 反而清明一口咖啡淡淡地说道 我听说你老婆的那些传闻了 所以你是在同情我 萧晴摇了摇头 我没有同情你 我是在帮你反击她 至少找回来一点面子也行 对于她的这套言论 我觉得有些好笑 又有一些孩子气 倒是和从前那个 喜欢跟在我身后的萧晴 没有太大差别 萧晴比我小一届 是舞蹈戏的 因为长相甜美 舞姿优雅 迅速坐稳校园女神的宝座 再加上她白富美的身份 追她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但她却对我这个平平无奇 并不太出众的宅男情有独钟 在看过我的画之后 更是只夸我是个天才 她总说我的才华 不应该就这么埋没 我以后一定可以走向国际 成为新一代的画家代表 后来因为这事 何婉宇总是吃醋和我吵架 为了给足何婉宇安全感 我主动和萧晴断绝了关系 并且让她以后都不要再找我了 思绪回来 我正要端起眼前的咖啡时 却看到正在看着手机的萧晴 簇着眉头 脸色铁青 怎么了 萧晴把手机推到了我的面前 你看看你那位好老婆干的好事 脏水泼得比谁都快 我拿起手机一看 不知道是谁拍下了 我最近和萧晴见面的画面 角度尖酸刻薄 照片模糊不清 显得尤为的暧昧 配文 萧家千金为爱甘做小三 追求人夫毫不支持 何氏集团何总夜夜买醉 心痛难安 底下评论都是讥讽和嘲笑 一个坠序居然还敢出轨 你懂什么 何总是白手起家的 家底在后 没有萧家百年施加后 肯定要报警更大的数落 何总养了他这么多年 居然还不知足 我要是何总 我就要让他近身出户 这确实是何婉鱼 能干得出来的事 他这是在为离婚做准备了 富家豪门离婚本来就不容易 尤其是其中牵扯到的利益过身 就更加艰难 你有什么想法 萧晴看着我 神色晦暗不明 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 那我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绝地反击才是我本来的性格 回到家我就开始联系 我哥们赵景帮我准备离婚诉讼 和需要准备的资料 赵景是律师 他爸就是当初 我被何婉鱼家催债人统案子的律师 后来和他儿子赵景逐渐相熟 最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这么多年赵景也一直在提醒我 何婉鱼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当初那件事闹得的那么大 都上了社会舆论 所有人都觉得 何婉鱼应该对我的负责 当然他最后也是这么做的 可能那时对于他来说 我确实是他的救赎 是他黑暗里的光 只是后来步入现实 生活中的诱惑太多 他经不起诱惑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可能放弃 第二天何婉鱼破天荒地回了家 只是却没想到 他居然带着沈亿安回了我们的家 一开门 看到我坐在客厅落地窗前做话 何婉鱼眉头紧锁 似乎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怎么 你没有去和你的白月光女神约会 我放下画笔 冷冷地看着二人 你都没有和你的小白脸去约会 我当然也不会去 沈亿安不怒返校 婉鱼姐 你以为谁都和傅言哥一样 成天无所事事待在家里吗 大家都有工作都很忙的 再说了 肖家是什么样的家庭 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女儿 和一个没有工作 也没有那个能力的男人在一起呢 说完沈亿安还无嘴一笑 何婉鱼听到这话 似乎有些不悦 却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直径上了楼 我回来取点东西 沈亿安刚想跟上去 却被何婉鱼一个眼神警告 愣在了原地 不敢再往前踏上一步 看来你在你和总的心里 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提起话笔继续做话 沈亿安却像是被踩了痛楚一样 快步走了过来 傅言 你什么意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婉鱼姐 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和你离婚了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被扫地出门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得意 抛 那你又怎么确定 即使我从这里搬走了 你又能顺利搬进来呢 比你年轻有能力的男人大把 你怎么知道 他和婉鱼对你又不会腻呢 我的话彻底惹怒了沈亿安 沈亿安猛地对着我的画家 踢了一脚 画板断裂 画质掉落 颜料洒了一地 你有什么可得意的 你不过就是的太监而已 离开了婉鱼姐 你就什么都不舍了 你以为萧晴真的会看得上你 你做梦吧 和婉鱼听到动静跑了下来 看到一地狼藉猝起了眉头 沈亿安 是不是我最近太过于惯着你了 导致你分不清主刺了 面对何婉鱼的质问 沈亿安明显一愣 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 像极了做错事情的孩子 何婉鱼终究还是不忍心 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也不是有心要责怪你 但是你又何必再去惹他 他怎么说都是我现在名义上的丈夫 说完何婉鱼撇了眼地上的画质 看着上面画着的那只黑猫 闻着空气里弥漫着的颜料未后 眉头不展 脸色苍白 随后捂着嘴急急朝洗手间冲去 沈亿安担心地跟了上去 焦急地守在卫生间门口 婉鱼姐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 我默默地把画纸收起来丢进了垃圾桶 然后又启动了扫地机器人清洗地面 等一切打扫干净后 何婉鱼才缓缓打开了门 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 何婉鱼看到已经收拾干净的地面 神色有些复杂 以后不要在客厅画画了 我闻着这些味道难受 把东西都给我收紧你的画室去 别再让我看见 丢下一句话后 何婉鱼就拉着沈亿安匆匆离去 我和何婉鱼朝夕相处十几年了 她的一举一动任何变化我比谁都清楚 何婉鱼的表现太像是怀孕了 明明早就知道了答案 但是事实真的摆在眼前时 心脏依旧会收紧不适 胸口似乎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让我喘不上气来 晚上我正一个人坐在窗前 看着窗外孤独的夜色 突然手机响起 是赵景打来的 你这个老婆还真是挺歹毒的 她在转移婚内财产了 或许应该说她在拿你当傻子耍 利用你把公司做起来后来 一脚给你踹开 并且打算分文不给 我冷哼一声 这才是她原本的性格和真实的模样 我还记得从前我们都只是业务员时 她去跑业务 遇到对她百般刁难的负责人 她到晚就回去和我哭诉自己的遭遇 我心疼她 第二天就代替她去和甲方对接 并且成功拿着一个大订单 只是我没想到 她会独自占有了那份功劳 对我的付出只字不提 我当时觉得我们是一体的 谁出面承受那份荣誉都一样 直到我在楼梯间 听到她和她闺蜜的电话 我就说只要我随便编造一个理由 她就会屁颠屁颠 替我拿下这笔订单吧 她很爱我的 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 即使她知道我是骗她的 她也心甘情愿 所以其实很早我就知道了 她是什么样的人 也接受了这样子的她 思绪回来 我对着电话那头的赵景 沉下了声音 你明天就帮我起诉吧 起诉离婚 赵景问道 我摇了摇头 看着窗外慢慢黑夜 起诉她身边的那位小白脸沈一安 要求她归还我们夫妻存需期间 何婉于在她身上产生的所有花费 电话那头的赵景听我说完后 慧心一笑忍不住对我夸赞 兄弟 你总算是只冷起来了 赵景拜事我向来是放心的 没超过三天 何婉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傅言 你不要得寸进尺 谁允许你动沈一安了 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何婉于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在平民区 拉着我的裤腿叫着我 傅言哥哥 能给我一个蛮头妈的模样吗 现在趾高气扬的她 似乎像是在极力的想要证明自己 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我动她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你背叛我的时候又有经过我的同意没 何婉于明显一愣 半想后才语无伦次的说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背叛你 我只是想尝试一下不同的感觉而已 我轻蔑的笑道 所以呢 你尝试过后有开花结果吗 神经病 傅言我发现你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何婉于听到这话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狐狸 恼羞成怒的挂断了电话 赵景安排在何婉于周围的人 隔天就给我发来了照片 是何婉于全副武装巨网医院妇产课的照片 只是她的身边居然没有她的心头号 沈亿安 何婉于去的十家私人医院 赵景找人查了一下 这家医院恰好是萧家投资的 在赵景的软模硬套下 我还是给萧晴打去了电话 没想到萧晴欣然答应 第二天就带着何婉于的检查资料来找我了 检查结果确实是怀孕了 已经三个月了 所以 萧晴有些犹豫地看着我 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早就不在乎了 既然已经打算离婚了 我就不可能会回头心软了 萧晴松了口气 你自己想明白了就好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开口 赵景借机用手拐子撞了我一下 坏笑地看着萧晴 这哥们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 还好遇到了萧小姐这么人美心善的小仙女 后续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还请你多多帮帮她 我白了赵景一眼 抱歉地跟萧晴说道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我这哥们嘴巴就是不带把门的 你多见谅 赵景听到我这么说立马不乐意了 拍了我一掌 我是好心好意的帮你 你什么意思 坐在对面的萧晴看着我和赵景打闹 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来 咖啡厅外阳光明媚 屋内嬉笑一团 忽然觉得生活有时候还是挺美好的 只是这种美好持续不长 何婉渔不知道什么时候 带着沈亿安出现在咖啡厅的门口 看向我们时目光阴了 这还没离婚 你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她的怀抱 我盯着她有些微微隆起的小腹 沉下了眼 总好过你一边想要自证清白 一边又和小白脸不清不楚 何婉渔脸色有些苍白 应该是怀孕让她感觉到不是了 傅妍我看你是越来越狂妄了 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 我说过我不可能会背叛你 就一定不会背叛你 我和沈亿安清清白白 既然你想离婚 我答应你 我也不想拴着你 阻止你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轻蔑一笑 扫了眼沈亿安得意的眼神 哦 可是我现在不想离婚了 我觉得我依旧离不开你 我想和你白头盗 何婉渔怀了孕 她就现在比任何人都着急想要离婚 只要我不松口 她自然会把底牌一一掏出来 傅妍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不要得寸进食 婉渔姐已经答应你离婚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何婉渔还没开口 沈亿安就已经急得跳脚了 我不屑于和她争吵 但是却瞥见她手上戴着的手表 设施品牌 但是却是款情侣销量款 她戴的是蓝表 何婉渔的手上戴着的 还是我之前送她的那一款 这么看来 沈亿安的表应该不是和何婉渔一起买的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赵景把沈亿安的资料送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正在吃饭 差点没把胃里的东西都给吐出来 照片里的沈亿安正搂着一个200多斤的富婆 两人亲密地靠在一起 直尺距离 呼吸相容 随后翻开第二张照片 又是不同的女人 第三张 第四张 这些女人都有一个特点 有钱 且寂寞 她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 好不容易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只是花花世界迷人眼 年轻人心气高 总想着往高处爬 却又没有那个能力 就想着走捷径 何婉渔只是她鱼塘里种多的鱼儿中的一条 不过既然何婉渔愿意为了她和你离婚 那就说明这小子还是有点手段的 我却笑了 有些自嘲 不是她够有手段 换做另一个陈一安 张一安 何婉渔都会离婚 这场婚姻对她来说 只是一场道德的绑架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挣脱束缚和枷锁 赵锦没接话 只是有些同情地看着我 联系一下渔记 是时候放出一些点巴巴消息出来了 第二天何婉渔的最新桃色新闻 就出现在了最新头条 何氏集团何总 全副武装前往妇科医院 其中有何隐秘 新闻一出 何氏立马受到影响 股票大跌 何婉渔把手机甩在了我的面前 怒不可遏 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 傅妍你好狠的心 我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随意地放下 茶几上还放着最新一看的画展作品 他不屑一顾的那幅黑暗中的少女 已经荣登国内名画榜单了 抵不过你狠心 我们还没离婚 就把这么大一顶绿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 何婉渔怒气收回去几分 面露出一丝愧疚和不安 随即一闪而过 傅妍 我们相视十几仔 就算感情不复当初 我们曾经的那些点点滴滴都不是假的吧 你真的忍心这么对我 感情牌这一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早就不再受用了 你拉扯无辜的消情进来的时候 有想过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有顾及过我半分 按照我给你的离婚协议划分财产 以及让沈亿安把吃进去的通通给我吐出来 当然 如果你愿意为他承担 我也不反对 前提是从你的那份里面划分给他 属于我的 我一分都不会退让 何婉渔没料到我的态度如此的决绝 声音也提高了几分 傅言 你确定你想清楚了 一旦和我离婚 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头的 我轻笑一声 淡淡地开口道 你也不想等自己的肚子都大起来了 婚还没离掉吧 如果你想清楚了 这两天把资料准备好 后天我会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何婉渔就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的 看着现在的我 毕竟从前只要他稍微低个头 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把他拥进怀里 只要他掉一滴眼泪 我就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问题 而现在的我早已不再爱他了 前一秒还指高气昂的何婉渔 下一秒就如同败下阵来的攻击 垂头丧气 何婉渔准备离开时 我却叫住了他 在他期待的目光下 我平静地说道 我希望你把转移走的那些资产 全部清算出来 我不想我们最后闹得太难看 给彼此都留一点体面 我给了何婉渔两天的时间思考 却没想到找上门来的却是沈亿安 沈亿安没了在何婉渔身旁的那份贴心和柔弱 推开门进来 俨然依附即将成为这栋别墅男主人的姿态 我听婉渔说 你们约了明天去民政局递交离婚资料 我没回答 给他倒了一杯水请他坐下 沈亿安大摇大摆地坐下 直接开门见山 我希望你能主动放弃一部分资产 你应该明白 何事可是婉渔一个人一手打下来的江山 你就一个吃软饭的 你凭什么分走一半 更何况 你卖给萧秦的那两幅画的价钱 就足够你适合下半辈子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 就凭我是何事的创始人 我是他何婉渔现在的丈夫 我贪心 到底是谁更贪心 我相信你内心比谁都清楚 请问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找我谈判的 是何婉渔的第三者 还是即将上位的未来的软饭男 沈亿安脸色有些难看 猛的一拍桌子 敷衍 之前是看在婉渔的面子上 我对你客气三分 你不要以为自己就真的高人一等了 包 现在你是觉得何婉渔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可以安稳坐上他老公的位置了 我倾笑出声 然后对上沈亿安充满野心的眼眸 你太低估和婉渔了 他要的只是新鲜感 一旦新鲜感退去 你觉得你有几分把握不成为今天的我 听到我这么说 沈亿安却没生气 我和你最大的区别是我足够年轻 体力足够好 也有能力 我能给他想要的 即使再过十年 我也依旧比你比婉渔年轻 我站起身来 双手撑在茶几上 慢慢的靠近沈亿安的耳旁 这就是你伺候了那么多富婆总结来的经验吗 沈亿安吓得往后依靠 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像是看了猛兽一样 你 你别胡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坐了回来 轻轻地点开了手机相册 慢慢的一张张 划过相册里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沈亿安当即神色慌张地站起身来 颤抖着手指向我 你究竟想怎么样 如果你毁了我的好事 那我 那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连威胁人都没有气势 看来这个沈亿安也成不了什么大气 我没有回答 只是对着他神秘一笑 沈亿安就吓得几乎是逃跑一般 飞快地跑出了别墅 何婉鱼如约出现在了民政局门口 进去前 何婉鱼叹了一口气 看向我时情绪不明 你确定你想好了 嗯 我没有等他 而是自己快一步走了进去 离婚冷静期还有30天 这30天内 沈亿安也夹起了尾巴做人 不敢再整任何幺蛾子了 我和何婉鱼即将离婚的消息放了出去 为了挽救何氏的生育 我配合何婉鱼开了一场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所以他不存在婚内出轨 何氏也是我一手创办打拼起来的 有我的心血 也有我的股份 抛开曾经的恋爱脑 我也是个商人 商人重力 名声对于我来讲并不重要 你就打算这么放过那对狗男女了 赵景不解地给我倒了一杯酒 看着就杯中的倒影波澜 我轻轻摇晃了一下 杯中酒色更加浓烈了 环梅到时候 等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天 我会亲自送他一份大礼 来向这场婚姻告别 我现在住的这套别墅我没要 给了何婉渝 既然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自然不能再继续住下了 我正在收拾东西 却听到楼下一阵嘈杂声传来 走到楼梯口一看 正好看到沈亿安拖着两个行李箱进来 看到我时 他有些心虚的别过了脸 何婉渝却拉过他 挽住了他的手臂 像是在和我示威 既然这套房子归我了 那么我想让谁住在这里 就都是我的自由了 我耸了耸肩 随你便 下午搬家公司就会过来 我还要收拾东西 你们请自便 我的态度让何婉渝 像是一拳打进了棉花里 不痛不痒 却让人异常的难受 从今天开始 主握就是你的了 前脚我刚回房间 后脚何婉渝就带着沈亿安上来了 他们跟在我身后近的房间 看到如此之大的房间 沈亿安眼放金光 整个人都去远了 何婉渝挑衅地看着我 似乎想从我的脸上 找出一丝的不甘和妒忌 我只是平静走进洗手间 把洗手台上的东西 统统丢进了垃圾桶里 何婉渝见状跑过来 抓着我的衣领质问 你什么意思 我淡淡地撇过头 去看了眼沈亿安 沈亿安立马下地缩在了一旁 我冷哼一声 垃圾当然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不是吗 从别墅搬出来的那一刻 我前所未有的觉得身心愉悦 整个人都松懈了下来 赵景和萧晴主动提出 来帮我搬家收拾 萧晴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时 触碰到我的手指 瞬间两个人都好像触电般 收回了自己的手 萧晴脸放红晕 别过头去 赵景一脸坏笑地看着我们 却也没有戳破 去明镇局拿正的那天 天气很好 万里晴空 威风俯身 拿着那本红本走出来的时候 我明显看到何婉渝脸上 闪过一丝落寞 从此以后 一别两宽了 我淡淡地一句话 却让他红了眼眶 何婉渝看着我 神色里有几分愧疚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难处 记得来找我 我低头看了眼震动的手机 短信显示我的账户 刚到账了几千万 最近又处理了几幅画作 我心情大好 嘴角勾起一模笑意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 千万不要来找我 何婉渝被我的话噎住了 随即脸色有些难看 复言你以为你分走了 我一般的资产又如何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山高路远 你想在A市继续待下去 总有求到我的时候 既然你都这么希望 可以看到这一天 那我也送你一个离婚贺礼吧 庆祝你脱离我这个苦海 说完我就拿出手机 给何婉渝发送了一份文档过去 在何婉渝疑惑的眼神下 我挥了挥手 坐进我新来的法拉利里 开车长扬而去 我前脚刚走 后脚赵锦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何婉渝在你走后 看了你发给他的东西 当场气血上涌 晕倒在了民政局门口 我只是轻声按了一声 赵锦却疑惑道 你就不好奇后续的事情了 我笑了笑 踩了一脚油门 我相信你不会是见死不救的人 你肯定会给他打急救电话的 后来听说何婉渝是因为 运早期情绪太过于激动 所以才导致的晕倒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却没想到沈亿安又怒气冲冲的找到了我 傅言是不是你干的 那些事情是不是你和何婉渝说的 我看了眼如今的沈亿安 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一击风发 胡子拉茶 一身皱得不形的吸服 怎么 被何婉渝赶出来了之后就改口了 不再一口一个婉渝姐的叫着了 赵锦还没有撤回安排在何婉渝身边的人 何婉渝的一举一动 多多会有人汇报给他 如果不是你 何婉渝怎么可能会赶我出来 他现在可是怀着我的骨肉 沈亿安恼羞成怒的拽过我的衣领 似乎想打我 你可想好了 你这一拳打下来 能不能经受得起官司缠身 沈亿安气得拳头紧握 却迟迟不敢落下来 他现在也不敢赌 何婉渝还会不会护着他 何婉渝现在停了他的卡 将他赶了出去 他失去医障 根本没有和我可以抗衡的资本 他现在只是意识气头上而已 他还怀着我的孩子 再怎么样我都是孩子的爸爸 我讥讽一笑 笑他太过于天真 那你就太不了解你的婉渝姐了 对于他来说孩子并不重要 何况还是这么一个 浑身都是污点的人的孩子 沈亿安听到我的话 手一松 两眼放空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嘴角还在喃喃自语着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他都怀了我的孩子了 一定可以拿捏住他的 半想后沈亿安突然疯了扳得起身 然后跑走了 后来听说 沈亿安去找了何婉渝 两个人起了好大的争执 沈亿安更是失手 把何婉渝推下了楼 何婉渝当场没了孩子 沈亿安下的逃跑了 现在正在被警方通缉 我正坐在画室画着画 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何婉渝 由于半想后 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魏傅妍 我喝醉了 你能来接我吗 何婉渝略带着几分醉意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我眉头醋了醋 你身体刚好 少喝点酒 听到我的声音 何婉渝酒进行了些许 有些兴奋 我就知道 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是不是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经过这么一遭 他还是没有想明白 既然你还有些清醒 就打电话叫你的助理去接 我还有事 先挂了 不顾何婉渝在电话那头发疯般的叫喊 我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我看了看时间 夜已经升了 收拾完话事后就准备休息了 没想到刚躺下 就听到门铃被疯狂地按响 我以为是谁有急事 急忙前去查看 透过可是门铃 只看到醉醺醺的何婉渝站在门口 手还在不停地按响着门铃 立马兴起地扑了进来 我一个侧身 何婉渝直接狗吃屎般地扑倒在地 何婉渝的额头被砸出来一个大包 吃痛地坐在地上开始大哭起来 傅言哥哥 我疼 我额头疼 肚子也痛痛 我真的好疼啊 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脸颊滑下 像极了当初的他学习单车摔倒在地的模样 那会他疼的大哭 抱着自己摔伤的膝盖 一口一个傅言哥哥 我好疼 只是时过境迁 我早就不是当初的傅言了 我直接越过了他 我帮你打电话叫你的新助理过来 这么晚了 你留宿在我家也不太合适 我刚要去拿手机 下一秒却被一跃而起的何婉渝抱了个满怀 他扑进了我的怀中 双手死死地搂着我的腰 傅言哥哥 我错了 我不应该图一是新鲜 而忽略了你的感受 伤害到了你 我很抱歉 我知道错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你把沈亿安的那些事情发给我 不就是想让我迷途知返吗 这不就证明你还是在意我的吗 我被何婉渝这套言论给欺笑了 我推开了他 何婉渝你清醒点 我们离婚了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何婉渝却不管不顾的想要再冲过来 我却直接后退一步 让他扑了个空 傅言 你不是很爱我吗 从前不管我做错任何事情 你都会选择包容我原谅我 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行呢 我眉头微皱 声音沉了下去 何婉渝 你也说了 那只是从前 何婉渝愣在了原地 半想后忽然笑了起来 我怕他再冲过来 立马又后退了几步 你放心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今天是我喝多了 脑子不清醒了 何婉渝捡起地上的包包 脚步亮呛着开门离开了 那天之后的何婉渝性格大变 开始频繁地带着不同的年轻男伴 出入公共场合 夜内都说 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那个何婉渝不知道 是不是离婚受刺激了 天天带着不同的男人出来秀恩爱 也不嫌丢人 我看他就是之前 被那个坠绪给憋坏了 女人到他这个年纪 如鸡四克 犹如财狼 听着坐在我背后的两人议论的话 我也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今天是一场慈善拍卖会 所有拍卖的资金 都将会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孩子 所以我也带了几幅画过来 刚落座没多久 就看到入口处一抹熟悉的身影 何婉渝手挽着一个年轻男子 笑脸盈盈地走进来 那男子身高一米八 肤色健康 年纪估摸着也就二十几岁 何婉渝一出现 所有人都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他却满不在乎地走到我身边的位置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傅先生不介意我坐在这吧 我礼貌地点了一下头 不介意 随便坐 何婉渝从坐下后 就不停地和身边的男伴嬉笑打闹 两人甜言蜜语 好不清热 趁着会场光线暗了下来 何婉渝还趁机伸手 进男人的衣服里摸了一把腹肌 然后得意洋洋地看向我 这年轻的身体到底是不一样 就如同凹凸的山脉 令人活力四射 我没有回答 这时萧晴不知何时来的 在我另一次坐下 萧晴看了眼何婉渝后 激笑着摇了摇头 何总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身体啊 毕竟不比年轻人了 身体被掏空了可划不来 何婉渝听到萧晴这么说 脸色瞬间变了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守着一个提不起裤子的男人 难道还不允许别人寻找乐子吗 萧晴正准备反驳 我拉下了他的手 是一探没关系的 就在这时主持人登场 正式宣布拍卖会开始 先是拍卖了一些雌鸡玉石 何婉渝一直忙着和男伴嬉笑打闹 也顾不上听讲解 一直没动过手中的牌子 一直到我的画被拍卖时 何婉渝的眼神动了动 我送去拍卖的 正是那幅《黑暗中的少女》 这幅画出自目前咱们国内 现代画家佼佼者的余言 起拍价1200万 萧晴率先举牌 1300万 没想到萧晴话音刚落 何婉渝也立马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1400万 萧晴自然不甘示弱 1500万 全场哗然 因为没有人加价 是100万100万的加的 1600万 何婉渝面不改色地继续举牌 他身边的男伴却有些坐不住了 婉渝姐 这幅画我看着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呀 要不然咱们就算了 让给他们呗 刚刚还柔情蜜意的何婉渝此刻却冷下了脸 你给我闭嘴 见何婉渝脸色不对 男伴立马乖乖住了嘴 萧晴 这幅画我今天是在逼得 萧晴嘲讽地笑道 何婉渝 傅言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珍惜 现在却跑来这里装什么深情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 这时台上的拍卖师 却敲下了第二次锤子 1600万第二次 还有人叫价吗 我按下了萧晴 蠢蠢欲动的手 在何婉渝 志在必得的笑意中 三锤落下 现在让我们有请这幅画的画家 于言先生 为贫困山区的孩子 签署捐赠协议 主持人的声音响起 场内的所有人 都对这个神秘的画家 充满了好奇 毕竟 我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露过面 当我站上台后 全场哗然 惊讶不已 居然是他 和是集团之前那位坠戏 这也太荒谬了吧 原本以为是个废物 没想到居然是科业明珠 这何婉渝亏大发了 这样子的男人 不知道外面多少人抢着药 就是 他居然就是于言先生 要知道他的画 可是一画难求啊 我手中握着画筒 和何婉渝离婚后 我就没有打算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 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 这幅画是我大学时期的作品 也是我曾经最爱的一幅作品 今天选择让他出现在这里 也是想和曾经的自己 做一个最后的告别 风指一拼 台下的何婉渝 听到我说的话后 眼中波澜点点 情绪涌动 却最终什么没有说 散场后 何婉渝找到了我 至于他身边的那位男伴 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那幅画是画给我的对不对 何婉渝激动地抓着我的手 这次我没有回避 而是直视着他迫切的目光点了点头 是 画的是你 是曾经的你 画落 何婉渝眼里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瞬间破灭 却仍不死心地继续问道 你的画名也是取了我的字对不对 约言这个画名 确实是取自何婉渝的鱼和我的言字 曾经我也想和他天长地久 只是忽略了生活里的琐碎和激情 激情褪去 一地鸡毛 相看两眼 你的一切都和我有关 为什么就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你曾经那么地爱我 我也爱你 虽然我做错了事情 但是我现在才发现 我是真的爱你 这么多天来我不停地换着新的人 接受新的感情 但是我发现他们始终都不如你 我无法接受 醒来你不在我的身侧 起床没有你的早餐 睡前没有你的晚安 我无法接受我的世界没有你的存在 你知道吗 我刚想反驳说点什么 垂在身侧的手突然被一股暖衣握住 那是因为你习惯了他的照顾 现在他不在了 你就开始怀念了 早干什么去了 你凭什么觉得只要你回头看 他就一定会在原地等你 萧情冷着一张脸站在我身旁 小小的手紧紧包裹着我的手掌 这是我和傅言的事 关你一个外人什么事 何婉鱼话未说完 目光却落在了我和萧情紧握的手上 你们在一起了 我没有否认 也没有回答 何婉鱼愣愣地沉默了半想后 红着眼眶冲了出去 见何婉鱼离开了 萧情才松开了我的手 脸上去泛起一母红韵 你刚刚为什么没有否认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偏过头去 看向窗外的天空 那个我怕他继续纠 所以才没有否认 对不起 对你造成了困扰 萧情嘴角勾起一母笑意 直勾勾地盯了我半想后 才别过了眼 真好 好像又看到了过去的你了 拍卖会后的何婉鱼 仿佛又变了个人 身边没有了各式各样的男人 每天一门心思扑在我身上 三天两头地往我家跑 今天送个汤 明天送个水果 后天早起 只为了给我送大学门口的豆浆 我烦不胜烦 他却乐此不疲 直到我接到赵锦的电话 兄弟 当初捅伤你的那个李强出狱了 他似乎对你怀恨在心 我怕他司机报复 你多加小心 赵锦难得严肃地叮嘱我道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多加小心的 这个李强就是当初上何婉鱼家药斋未果 恼羞成怒后掏出刀子 想要捅向何婉鱼的人 当初我替何婉鱼挡下了那一刀 自己身受重伤 留下了后遗症 李强因为那一刀被判十年 前没要到还有了监狱 刚出狱就恰巧碰到 我以花家鱼的身份出现在新闻上 挂断电话没多久 我家门铃就被猛地按下 打开门后却看到何婉鱼 满脸恐惧惊慌地站在门口 何婉鱼浑身颤抖着坐在沙发上 怎么办 傅言怎么办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他要来报复我了 何婉鱼吓得整个人精神恍惚 语无伦次 你先冷静一点 他已经为此付出了十年的光阴了 他难道还想搭上自己的一辈子不成 你别太慌张了 我安抚着说道 何婉鱼却惊恐地抓着我的手 然后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 他给我发信息了 他说他会来找我的 他要让我付出代价 我看了一眼短信 是个陌生号码 短信内容是 我出来了 你们给我等着吧 我会来找你们的 我要让你们为我这生不如死的十年 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拿过何婉鱼的手机 拨通了那个号码 结果显示号码错误 我眉头一皱 想起刚刚赵景对我的警告 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接下来的日子 何婉鱼给自己请了的贴身保镖 去到哪里都带着 我和赵景也联系了警方那边 提前防备 只是李强的行踪 从出狱后就断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李强也没有出现 何婉鱼逐渐放松了警惕 直到萧氏宴会 何婉鱼受邀出席 而我也接到了萧晴的邀请 我不太喜欢名利场上 这种应酬交际 整晚都自己待在角落里 喝着鸡尾酒 你的这位前妻 似乎浪子回头了 预言画家就没想过 和他从归就好 萧晴端着一杯香槟 站到了我身旁 今天的他身穿一袭银白鱼尾长裙 洁白袖长的脖肩 带着一串珍珠项链 秀发晚起 整个人显得高贵又优雅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呢 我决定的事情 就不会再回头了 听到我的回答 萧晴会议一笑 举杯朝我手中的酒杯碰来 酒杯之间的碰撞 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们之间的距离 似乎更近了几分 谈笑间 我却撇到人群中 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服务员 有些眼熟 他在一步步的朝着何婉鱼靠近 我内心一紧 大喊一声 何婉鱼 小心 何婉鱼惊慌回头 人群也因为我声音而慌乱 那个服务员被人撞到了帽子 露出一张沧桑的脸来 是李强 李强剑被拆穿 也不再伪装 直接丢掉了手中的托盘 酒杯摔了一地 玻璃四箭 人群慌忙逃窜 何婉鱼立马朝我跑来 李强手中的刀却露了出来 直径朝何婉鱼奔来 傅言 救我 何婉鱼离我一步之遥 朝我伸出千细的手臂 希望我能拉他一把 或者可以像十年前一样 把他挡在身后 为他赢下那一刀 我却护着身后的肖琴 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拉开了和何婉鱼的距离 何婉鱼的目光 从膝带慢慢地变成了惊恐 最后变成了绝望 寒光闪过 何婉鱼的一身白色长裙 瞬间被鲜血染红 大理石地砖上被血红色滴染 何婉鱼抽出着身体 死死地盯着我的方向 我却背过身去 用手捂住了肖琴的眼睛 这一次 我没有选择再去救他 李强被捕 何婉鱼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死在了去医院的途中 何婉鱼的后事 是我和肖琴操办的 肖琴看着墓碑上 何婉鱼的照片 叹息一声 还这么年轻 可惜了 我看了眼即将下雨的天空 望着身边的肖琴问道 你会觉得我很可怕吗 肖琴摇了摇头 你不是神仙 你不能保证 每一次都能救他于水火 你可以做任何选择 那都是你的权利 这件事本就没有 所谓正确的答案 不管你怎么选 我笑了笑握过他的手 肖琴愣了一下 然后坚定地回握住了我 雨滴落下 划过我的脸庞 我分不清是水 还是累 十年的纠葛 十几年的回忆 在今天都随着何婉鱼 一同被埋入了地下 何婉鱼去世 我就是最大的股东 我接手了何氏 重新踏入了商场 没有人再记得 曾经的软饭男傅言 都只知道 现如今的何氏总裁 傅言和知名画家余言 我和肖琴 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两年后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某一个 风和热力的午后 肖琴神秘地 拉着我来到房间 告诉你一个惊喜 看着有些俏皮的她 我忍不住扶上她的脸庞 什么惊喜 肖琴双手环抱上我的脖子 靠在我的耳旁 轻声说道 傅言先生 恭喜你 你要当爸爸了 我不可置信地抱着肖琴 反复确定后 才欣喜若狂地抱住了她 当初为何婉鱼 挡下那一刀后 我身体受损 我也一直活在自卑中 医生告诉我 只要努力康复 会好的 我一直以为 医生只是在安慰我 再加上何婉鱼 对我长期的打压 让我极其不自信 我几乎已经放弃了 没想到上天 却把这份惊喜归还给了我 看着肖琴 感谢观看